讲述赌徒故事,记录那些年,希望能给陷入泥潭的人一些启示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四年王赌生涯,逝去的是青春,和对生活的激情 现在的我十九岁,心态却和三十几岁的人一样 每天工作得很压抑,王赌让我变得冷血无情 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戒掉王赌,好好生活 我是来自农村的,家里条件不好 上学经常捡地上的辣条池,有一个姐姐,从小就没有父母的陪伴 父亲离家出走,漂泊他乡,至今未归,母亲改嫁 另生了一对双胞胎兄弟,奶奶有三个儿子 最大的是我爹,老二是我二叔,老三是我三叔 三叔和我妈妈有一点情愫 所以可怜我和我姐姐收养了我们,直至今日还没有结婚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没有父母的教育,也有点叛逆 从小就不好学,和班里的坏同学玩在一起 每天放学,都会三五成群去玩 比如有丧事,我们就会捡炮帐 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开心,无忧无虑的 那时候奶奶还没走,看见我玩炮帐,会打我 会管着我,对我很好 四年级读完的时候,奶奶走了 加上多年被二叔管着 他经常打我,用竹鞭抽我 让我的性格变得内向 后来我也就转学去了我的妈妈那边 那个叔叔对我和姐姐是冷淡的 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亲生的 在那边我的学费什么的,大部分是三叔给我教的 读完六年级后,我又回到了老家 回去后感觉没有奶奶的存在 生活变得没有了色彩 那时我也开始独立了起来 什么事都一个人扛 在学校被欺负,因为没有父母撑腰 只能往肚子里咽 在初中的生涯里,我遇见了我暗恋的人 他叫张元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了 我姐姐也认识他,他家里开蛋糕店的 小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会在他家买蛋糕 他成绩很好,我成绩是倒数的 唯一一次超过他的是初一的一次单词墨写 那也是因为我在妈妈那边上学六年级就开始 学英语菜有的优势 有一次我去他家里去玩 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找另外一个同学玩 路上风吹着头发 我很珍惜当时的一分一秒 同学没有在家,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后来我向他表示了我的想法 他也没有直白地拒绝 后来自从初二开始,我们就没有说过话了 直到毕业,后来班主任和我交谈 推荐我填报一所县里面的职业学校 专业是气修 就这样,我的初中生涯结束了 到了职校 学习氛围变得懒散 因为这所学校什么人都可以进的 没有分数限制 只要有钱就可以读 也是混日子的不二选择 也是在这里,我无师自通 学会了浏览色情网站 自读 都说黄赌独是一家 确实是这样的 有一次浏览色情片的时候 不经意间弹出来一个广告 我抱着好奇心的想法点了进去 发现有棋牌 斗地主 炸金花 这些游戏 对于那时的我 生活费一个月四五百 我抱着十一下的心态 充值了五十 不宜会赢了几百 我感觉这个东西好神奇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有时候输完了 就饿肚子 每天吃包子 实在坚持不住了 就和三叔要钱 三叔那时候问我 为什么花钱这么快 我都没脸告诉他 怕伤了他的心 就这样持续到毕业 说的也没有多少 但是对于我这种性格好强的人来说 是不会认赌服输的 毕业后 学校安排实习 能自己挣钱的我 又想起来 输掉的生活费 就这样 开始了我的网赌生涯 刚开始半年我都没有去碰 但离过年 还有几天的时候我沦陷了 我想着 把输掉的生活费 赢回来了 就不完了 这一次我无师自通 接出了万恶的百家乐 一把几百几千的丸 提心吊胆 废寝旺时 不分昼夜的完 还没到天亮 就已经全部输光了 半年的存款啊 一百八十天 不分昼夜的工作 才有的这么多钱啊 当时的我恨不得 马上从阳台上跳下去 但是想想我的三叔 没有死的勇气 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回了家 2021年初三月份 早早地从家里出发 三叔 给了我三四百块钱 买了一张硬做火车票 来到了深圳 学历低的我 做起了餐厅服务员 酒吧服务员 小区保安 一个月三四千块钱的工资 虽然低 但是有成就感 因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 可是赌真的很难见 复赌只是一瞬间 又走了回头路 输光了工资 睡工员 一天六个馒头 自己就是不长记性 距离2022年春节 还有二三个月 我去了曾经实习的工厂 埋头苦干了几个月 发了一万多的工资 但是又再次复赌 原因是为了以前输掉的钱 和生活费 这一次 好像狗庄给我放水了 我迷迷糊糊地玩 乱玩 鬼使神差的剩下最后三千块的时候 给我了一次机会 最后回到了家里 连续几天赢了几万 我马上提现了 准备把这笔不义之财 作为自己 以后创业的本钱 但是人的欲望 是无限的 想凑个整数 结果几天 就把这些 靠运气赢到的钱 又送了回去 加上自己工作证的 截止今日 一共接近五万 当时心态和价值观 都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内心是想着输了这么多钱 好难受 就这样 勉勉强抢过了年 2022年因为疫情原因 封城到了六月份 眼看离年底 没有几个月了 想着出来挣点钱 作为自己学技术的生活费 也是同样的工作 只是不一样的时间 一次次地上岸 又一次次付赌 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 都送给了狗庄 四年王赌生涯 逝去的是青春 和对生活的激情 现在的我19岁 心态却和三十几岁的人一样 每天工作得很压抑 王赌让我变得冷血无情 只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戒掉王赌 好好生活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任何启发 请帮我个忙 一 订阅频道 给这部影片点赞 确保我们 是在同一条道路上 二 如果对您有些许帮助 希望你可以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您的笔